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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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是來帶大家玩這個好玩的體驗 吊霧賊 會跳舞的屋賊一種 他製作的方式 你點這個套餐呢 點這個漢堡 有一個最尊絕的享受 如果你有看過一部漫畫叫做 《降態的壽司》的話 就是取自於這間店 飛海到滑雪去 帶你到日本的粉雪天堂 體驗在雪上的根石快感 Let's go 各位早安 有沒有看到這個熟悉的場景呢 小弟我人就在 在桃園國際機場 那今天呢我們要去哪裡 大家都知道我去的日本很多事 尤其是今年 那我們現在呢 要去一個我還沒有去過的地方 也就是 北海道啦 好 那我們現在 先來找我們熊獅旅遊的領隊吧 就在那邊 好 那看到這個位置 應該就是我們的領隊了 不好意思 請問是小魚嗎 是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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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熔熔嗎 那沒錯 先介紹一下我們的教練 嗯 你好 你好 再麻煩你了 OK 沒有問題 好 這一趟北海道的滑雪行程 我是半根團的行事參加 對於北海道的雪 我是特別的憧憬與嚮往 據說此行體驗的雪場 圍在劉壽都 是一個粉雪的天堂 真是讓人期待啊 好 那經過兩三個小時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 北海道的韓館國際機場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因為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要先來去 韓館市區吃東西 然後先跟我們的夥伴說拜拜 我呢 因為沒有來過北海道 人生的第一次 特別安排了韓館一日遊的行程 要來帶大家去感受一下 好 各位 那我們現在從機場過來 只要15到20分鐘 就會來到這個韓館招式 就在我身後這邊 那剛剛有經過金晶海峽嘛 那金晶海峽最有名的東西 就是海鮮了 因為在這個韓館呢 它是一個海港城市 那講到這個海鮮呢 我們在吃海鹽之前 來帶大家去一個很好玩的活動 所謂的特別活動呢 就是釣屋賊啦 屋賊大家應該都吃過 但是應該沒釣過吧 這裡可是韓館招式裡 最夯的體驗喔 好 那現在就是來 大家玩這個好玩的體驗 就是釣屋賊 要吃的話自己釣 那我們先來拿這個釣竿 好 那這個釣竿的話就是一個 假耳的概念 尼耳的概念 然後剛剛老闆有說就是 要去勾它那個翅膀 它在游泳那個翅膀 所以你就是要這樣調一下 調一下的概念 我們剛剛排隊大概20-30分鐘 應該是有學習到啦 對 我們來試試看 很快就釣到一隻了 大概不到10秒 然後這比例大概是 將近20公分 那現在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是老闆會拿一個水桶來接 然後現場直接料理 OK 謝謝 這家賣的烏賊洞料理名字 據說有商品名稱著作權的 只有這一家才可以買得到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這個 會跳舞的烏賊洞 它的製作的方式 什麼叫做會跳舞的烏賊洞呢 這名字聽起來倒是挺活潑的 不知道吃起來怎麼樣 這碗就是傳說中會跳舞的烏賊洞 那剛剛老闆有說 就是要吃它之前呢 醬油直接淋上去 它就會開始跳舞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會怎麼跳舞吧 它感覺快逃跑 快跑走了耶 我們先吃旁邊這個 不分 很讚 這邊的烏賊就是 除了好吃以外 Q彈 香甜 那這個丼飯最重要 就是它的醋飯吧 對不對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醋飯 好好吃喔 很不錯真的很不錯 離開韓館招式 要帶大家到一條有名的道路 這裡也是攝影者的天堂 走 跟著榮榮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那我們剛剛吃完飯呢 現在來走一些景點 那如果你問我說來到韓館 要來的景點 有哪邊 這邊絕對就是 這裡呢就是叫做八番板 從這邊往後面排 超級漂亮 這裡可以看到海港 然後一些漁船啊 然後郵輪之類的 但重點是 這裡是很多日劇 跟電影的拍攝場景 所以你用長焦鏡頭一拍 超級漂亮對吧 那其實這個韓館它的歷史喔 自從明治維新這邊開港以來 所以你會發現喔 在這邊有非常非常多 西化的一些建築 所以你有沒有看我左手邊這邊 直接看過去就有一個教堂 就是從當時西化 然後所建造留下來的 好那我們現在走著走著 也快到八番板的最上面啦 八番板 板呢這個字在日文中的意思 就是斜坡 以前坡道的終點是八番宮 因此這裡也被命名為八番板 來到這裡應該要怎樣留下回應呢 來來來我教你 建議您找位當地人一起合照 像我就找到五個日本妹子 一起來合照啦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來一個十連拍 挑戰一下 看我能不能短時間之內想到十種姿勢 OK 韓館還有一個著名的古城 武林鍋城 這裡是從十九世紀開設通商口岸之後 以防衛功能而建的鍋城 是不是超級漂亮的 因為現在是冬天啊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全部都是學籍 那其實每個季節 它都有不同的景色可以看 可能夏天就是綠一盎然 然後秋天的話就是看風紅 那晚上的話它其實也會點燈 所以它到晚上六點多的時候 你一看它就是完全另外一個不同的感覺 那其實這邊的話它就是在整個 韓館這邊的歷史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1864年左右 那段時間在十九世紀末期 它就是要這邊建成以後 就是結束了整個 幕府時代的一個 新的一個算是里程碑啊 所以我們現在所看到它保存的 非常非常的良好 剛剛那邊是看五星成鍋 這邊的話就是看整個韓館的海景 就在這邊 然後夕陽的話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一點點的顏色很漂亮吧 那來到韓館這邊美食那麼多 但是這邊有一個一定要吃的 就是我身後這間黃色招牌的 它其實呢就叫做小丑漢堡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吃起來 好那我們現在進入到這個 小丑漢堡這間店裡面 那其實呢它是只有在北海道的韓館 不是其他地方 只有在韓館裡面才有 所以在韓館這個地區呢 小丑漢堡就有17間的分店 而且它每一間分店它的主題都不太一樣 所以像今天我們來到這邊呢 它的主題是以 ANGEL為主 那如果你去其他店的話 可能有西部牛仔 甚至是搖滾的都有 所以等於說你要來這邊 來17次才可以收集到 所有小丑漢堡的主題 那來到這邊呢 我們一定要來點餐嘛 我跟你說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菜單這麼大一份 而且顧名之義小丑漢堡 要點的就是漢堡 但重點是什麼呢 它除了漢堡 它還有咖哩飯 還有鐵板麵 然後各式各樣不同你想得到的 基本上都有 那我們要怎麼點餐呢 我們就直接選一個最特別的 你點這一個 來看一下1050 有沒有 你點這個套餐呢 點這個漢堡 你就會有一個最尊絕的享受 是什麼享受呢 我這邊先不告訴大家 我們先點 然後等一下你就會體驗到了 聽到那聲音應該是漢堡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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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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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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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在這邊已經坐了大概一兩分鐘了 我一直這樣從各個角度去觀察它 因為我不知道從什麼角度去下手去吃它 到底是要把它壓扁 因為吃漢堡有分很多派 也要壓扁 或是用刀剎直接 或者是把它分食這樣子 一層一層慢慢吃 對 但是我剛剛發現一個 如果你點這個幸運大漢堡 你就會得到這一張 表彰狀 OK 它就是 我剛剛翻譯了一下 它就是憑藉著你的胃口 跟你的毅力 你點了這個 就是要把它吃完的一個概念 一張小金卡 對 那我們現在要直接 唉 這個鴨扁再放進去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覺得我們用切的好了 對 好 那就 它有分不同的 有炸豬排 然後漢堡肉 這下面一層又有一個起司漢堡肉的概念 我覺得它漢堡偏甜口 對 我覺得可能是它那個醬 對 而且我只吃到第一層 然後大概一二三四五 包含這生菜大概有五六層 好讓你慢慢去食用它 這吃下去大概是 你晚餐宵夜一起都不用吃了 好那我們從韓館市區開了 將近三個小時的車 已經來到劉壽都了 那我們就來開箱一下 為了兩天在劉壽都度假存储所住的飯店吧 給我想像這麼大耶 你看 這真的是為了兩天 我要獨佔這兩張床 我們住的是普通的雙人房 高級典雅的設計 空間配置都相當的恰當 除了普通房型呢 我們也來帶大家開箱一下貴賓房 給大家開開眼界 看看有哪裡不同吧 好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呢 要來劉壽都度假存來吃早餐 那這邊早餐呢其實很特別 你看後面全部種類 大家都可以當buffet自己的去挑選 但在這邊呢 早餐最特別的就是 我們可以限點這個飯糰 而且它有七種可以讓大家選擇 不管是你要有鮭魚鮪魚的 或者是梅子跟青菜的 那我們就來點點看 嗨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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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呢 都是限點現做 就像我點了一個是比較特別的 它裡面呢是 鮭魚 然後外面就是有一層像這個 柴魚片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野菜的 點完了我們的新鮮手作飯糰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什麼還可以吃的 精緻的早餐讓人食指大動 現點現做的手捏飯糰是必須推薦給大家的 嗨 如果你喜歡吃麵包的話 有福了 因為這邊全部都是手作的麵包 那最後面呢有一個很特別的 也是算是特產之一 就是這裡 French toast 就是法式吐司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早餐 但我覺得應該可以吃兩三輪 因為它東西食賴太多了 那我們就先來吃吃看 我們剛剛現點的手作飯糰吧 它其實不只是野菜的 它裡面還有大瓶 還有一點點魚香味 然後在北海道非常厲害的這個 農產業 它的蔬菜也是非常的鮮甜 那大概兩三口應該就結束了 因為這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日本他們的米飯喔 真的料理得很厲害 早餐之後呢 我們將與教練會合 開啟白海道的粉雪體驗滑雪行程啦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在流壽都這個 號稱是粉雪天堂的地方 那什麼是粉雪呢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就像這樣子 就是非常綿密的雪花 那所以我們等下去滑雪的地方 OK 不管是中級高級或初階 所有的雪道呢 基本上都是這樣子 那粉雪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如果你跌倒了 比較不會痛 如果是一般的話 你可是跌在冰面上面 那下去可能會受傷 但是粉雪的話 跌下去不會怎麼樣 而且會非常的舒服 像是跌進棉花糖裡面 那感覺就很讚了 那再來呢 是因為我們要來做一些滑雪的動作嘛 那其實最易拍子的 因為我是玩Ski 好 兩隻板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要有一個 欸 離世煞車 就是有點內巴的感覺 那再來呢 如果你學會這個 然後精進你的技術以後 我們才來用一些側滑的動作 OK 這樣子也會比較帥氣 那最後呢 我們才是可以做一些特技啊 不管是有個雪花直接這樣 噴上來的那個動作呢 這都需要時間來練習的 那滑雪最重要的呢 就是安全性 安全帽一定要戴 然後呢 如果你有護肘啊 或護膝 甚至是那個護屁股的 全部把它穿上去 那再來呢 就是你在滑的時候 你要特別左顧右盼 你要看一下後面有沒有人追上來 如果沒有注意的話 其實很危險 會發生車禍 那這樣子 後果就不堪設想啦 所以在滑雪的時候 這項運動其實 安全是最重要的 早上後第一件事情 便是趕快跟教練會合 滑雪入門課 要開始啦 好 那我們待會兒就有分成是Ski班 Snowboard班 也有分成初階跟高階 所以就會各自帶開 我們就會各自帶開 對 那所以初級班會在哪邊 初級班我們就是在前面這個滑道 就在這邊而已 對 這是在滑道 對 但是我們今天第一天 我們大部分都是在 早上第一趟第二趟都在前面這個滑道 前面一點點而已 對對對 然後看一下大家的能力的時候 我們再個別分開就可以了 好 沒問題 對 走 走 Let's go 分配好學習課程之後 教練會根據學院的程度 陸續帶開 布魯斯教練帶著我 和幾位初階的學員 一起搭纜車上到滑雪道 準備開始上課 所以你在這邊 應該說你來到留壽讀經幾次了 你應該很熟了吧 熟 我很熟 但我每年大概一來到一到兩次 所以十一年來我大概二次 對 十一年 你花學的年已經十一年 然後我們也差不多大 對 差不多 差不多 我才大概一年半不到兩年了 大概十一年 但是每年都會來 基本上每年都會來 所以這邊的雪況算是很棒 這邊是靠近日本海 所以它的氣候的關係的話 它下下來的雪真的是這種雪花 那是五角 六角形的這樣 六角形就是非常完美的 非常完美的 所以可以把它當剉冰嗎 欸 這倒不行 對 它整個雪花片是很漂亮 OK 所以五角形 等一下我們要送到山上應該就可以看到 對對對 那這邊著名的地方 是待會可以看得到 小富士山之稱的陽體山 它等一下會在哪個方向 它會在我們的 我們上東山的對面 在西山的位置 對對對 今天第一堂課就是轉彎和煞車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滑雪初階課程開始 好富士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滑雪小白 然後第一次上Ski 要從哪邊開始 我們第一件事情要做雪地的適應開始 雪地適應 雪地的適應 雪地的適應 那我們剛開始 我們剛剛從飯店走上來到這個滑雪 對 我已經累了 你已經累了對不對 這個算是雪地適應的一種 真的嗎 對 因為你穿著比較重的鞋子 在雪地上走 另外一個我們現在開始來穿上板子 這個就是我們最重要的東西了 我們的板子基本上我們的滑雪 Ski是沒有分左右腳的 兩隻腳都一樣 兩隻腳都一樣 但它有分成是前面跟後面 我們的前面的部分叫做板頭 下面叫做板尾 然後中間這個叫固定器 所以搭配我們的鞋子特殊的設計 它前面有一個突出來的地方 前面有突出來的地方 我們會把它卡在前面的固定器跟後面的固定器 中間會有一個叫擋雪器 這個東西 我們穿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們板頭的位置 我們不能朝坡上也不能朝坡下 如果朝這樣子會怎麼樣 你穿上去的時候它會往下溜 所以你還沒準備好 你就可以就開始往山下跑 對 這個時候你就會很緊張很危險 所以我們要跟這個坡道做一個90度的垂直 所以我們要把板頭放在這邊 對 那我們一開始我們先做一隻腳 然後再來我們穿上雪板第一件事情 把我們的下面 鞋底的部分踩了很多雪 我們要把它刮掉 想像你的腳是踩到泥巴 我們把它刮在這個固定器上面 這樣子刮 好 這樣踢 踢掉之後呢 前面先 前面先卡進去 後面對準之後 我們再往下踩就可以了 用力踩 用力踩 好 前後做適應 好 我們看可不可以做這個動作 我們待會兒要學習做一個煞車 那煞車的部分 我們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做一個PIZZA 我們英文的部分 我們叫做Wedge Wedge 我們在做Wedge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會呈現一個大A字 這個時候我們重心會向前 對 向前的時候我們的板尾 會比較好把它打開 對 打開呢 打開的時候 我們要進行做轉腿的動作 對 你這個動作很棒 OK 這樣做轉腿 所以你把它做轉腿後面 板尾座打開 前面板頭會呈現一個A字型 對 這樣子 OK OK 這樣就是基本的煞車 其實我的滑雪技術 應該被分配在中階的班級 不過因為過去都是土法煉鋼自學 有很多動作呢 其實做的並不是那麼的正確 學習正確的觀念和知識 未來也可以避免運動傷害喔 來 這個動作叫Wedge跟好 然後我們待會兒 就是我們比較直接的煞車 然後跟轉彎 開運的話我們可以叫做全自動轉 或者叫做 全自動轉 對 全自動轉 或者是叫做 禮儀式 然後待會兒轉的時候 就跟著我一起走 好 就你的軌跡 對 對 跟著我的軌跡一起走 OK 來 跟著我一起走 來 跟著我一起走 各滑雪場裡的休息室 都有提供餐飲 也讓許多熱愛滑雪運動的朋友 評價出這裡值得推薦的美食 今天的午餐 我將推薦給大家 度假村食堂裡的薑汁燒肉定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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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說吃飯皇帝大 所以我們來到這個食堂 你有發現後面全部都是學生 有種青春的滋味 那我們這個點的這一次的餐點 在中餐嘛 是吃這個薑汁燒肉定食 為什麼要點這個呢 其實是網友推薦的 他們說來到這個食堂呢 就是要來點這個套餐 這個定食呢 你看它的色香味俱全 它的顏色 其實我覺得在日本吃飯 它的擺盤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現在要話不多說 直接來吃吃看吧 而且我覺得吃這種定食 它的飯都 你看滿滿的一大碗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 來日本吃飯都特別的特別的好吃 它這個燒肉也太大一塊了吧 它是有五大塊 它這個味道 這個豬肉的味道會比較重一點點 它的醬汁會比較鹹 配上飯剛剛好 那其實還有配一些這些醬菜啊 還有一個是馬鈴薯沙拉 哇馬鈴薯沙拉好吃 五三後 教練帶著我和中階班會合 跟著榮榮來感受一下中階程度的滑雪課程嗎 可以齁 可以齁 那我們待會兒滑的時候就是這樣齁 好 斜滑的時候踩腳 對 現在要開始飄雪了 而且還有一點點陽光 對 但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開始練習了 好 我們要練習那個重心的部分 就是我們要前滑一點 這次的滑雪團屬於小班制 可以根據學員的程度 量身打造課程 在經過第一天的學習之後 教練評估我可以來挑戰最高的中階雪道 OK 好 各位 那搭纜車上來呢 我們已經來到這個Isola山上的山頂 那你們會發現齁 這邊的景色很漂亮 白雪茫茫茫的 因為這邊海拔大概是1000公尺 可是我們剛剛搭那個 纜車上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全部都是那個樹冰 大家會看到 我們滑下去的時候 就看到一整片的樹冰 非常的漂亮 而且在這個山頂呢 如果天氣好的話 你往右手邊你看 你是可以看到那個洞野湖的 就是一望無際 一覽無遺的概念 那我們等一下就等教練到 我們就可以直接溜下去 來帶大家看這個樹冰 到底有多壯觀嗎 世界上被全球滑行旅遊行業中 最富盛名的World Sky Award 評價這裡是日本最佳滑雪的度假村 它擁有三座雪風 頂級的乾爽粉雪 在這裡可以讓你完整體驗到滑雪的樂趣 好 Bruce 早上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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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早上到那個Isola山頂了 那待一會兒 下去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我們的速度要控制好 因為現在的滑道 稍微會比較陡一點點 對 那這長度有多長嗎 這個長度大概一點多公里啦 其實不長 那我們早上要練習的一些 算初級的 比如說離世沙車內巴嘛 對不對 最重要 一開始玩Ski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Isola山頂 等一下我們要練習哪些技巧 我們在開始要準備要Perioda Turn了 剛剛說那個專業助語是什麼嗎 並腿轉 並腿 對 就是有點像科目山那種感覺吧 有一點一點像 但我們本來是一個大A字 那我們現在把 原本是A字 A字型 那我們現在把兩隻腳併在一起 我們要同時一起做轉向做轉彎 OK所以最後會運用到你的膝蓋的力量 沒有 是我們的髋關節 喔髋關節 我們的髋關節力量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的 兩隻腳同時轉向的動作 轉動我們的髋關節 OKOK 那安全上呢 我等一下要注意什麼 你等一下注意的是 如果你在控制彎型的時候 你盡量把它等速控制 等速控制 那是因為我們要跟前面保持距離 OK 那不要撞到前面的人 那如果說真的要撞到前面的人 我們先保護自己 也保護別人 所以我要先大叫嗎 不用大叫 我們稍微先自摔也可以 OK 如果真的控制不住的自摔 那不然就是要大喊一下 真的失控的話就要稍微大喊一下 就是要通知一下對方 通知一下 可以讓大家有警覺 對對對 但是我們盡量就是保持一個 安全的距離滑行 控制好來就OK了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往哪個方向 我們就往那個方向走囉 OK 好走囉 好來 轉彎的時候看下方 轉彎的時候看下面 對對對 好的力量慢慢給喔 來我們要換左腳用力 來開始轉 慢慢給力量 轉 好 你聽到轉的時候就開始慢慢給 好來慢慢轉 對 很好 那走 看下方 好來 對 對 不要看腳喔 看前面齁 好來慢慢轉 對 上半身 好 慢慢換到左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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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的時候慢慢轉 肩膀慢慢往前齁 好嘞 準備 一二三 轉 好 一二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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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感很棒嗎 我覺得那個速度感是真的是要真的親自體驗以後才會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滑雪 你看這邊全部都是然後陸陸續續的下來 但是我覺得我們剛剛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因為自己我之前都是自學 但是有沒有教練差超級多 就剛剛原本就是我們最基本那個是C型腕嗎 對 那我們在做這個空關節發力的時候其實 一焦 一點 我們就知道該怎麼做 欸對 一點就通 真的還蠻有趣蠻好玩的 那轉彎起來很順嗎 對啊 我覺得大家可以剛從影片當中可以看得出來 而且 Bruce他在前面幫我拍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鏡頭到底是怎麼拍的嗎 他必須要照著滑 我自己都看自顧不暇都快跌倒了 結果Bruce 如履平地 他直接在那邊用八字刀這樣子 慢慢往後 然後都不用怕摔倒 跟著我滑就對了 而且我覺得重點是你的肌肉記憶對不對 對 就是你滑雪他其實是一個 不管你在做carving 或你在做那種離世雜舌 我們早上教導那種你最入門的 其實都是一個你的身體的一個感覺 感覺對了 一切都對了 掌握到技巧學校滑起來都輕鬆 OK 現在Bruce 走吧 Go 度假村裡除了雪場體驗之外 還有許多複色的設施 像是白杯咖啡在舒緩的音樂中 欣賞著窗外粉雪天堂的美景 或是泡在熱熱的溫泉裡 享受一下吧 好啦 那各位我跟你說 來日本要幹嘛 一定就是要來泡溫泉 那當然來到北海道 流瘦都這邊 也不例外 OK 所以大家通常都是齁 浩寒雪 一天的疲勞 然後直接泡在這個溫泉當中 舒緩一下 然後隔天再站 OK 又是浩寒一條 但是你看現在包場沒有人嘛 因為大概是下午的時分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享受一個 非常漂亮的美景 然後外面可以看雪景 如果你不怕冷的話 你是可以直接到外面的 OK 所以是下半身在一個 大概三四十度的溫度 然後上半身就是在零度 有沒有那種感覺 會更加的爽快 下午時間 我們將帶大家體驗 度假村裡不同的娛樂項目 首先登場的 就是我最期待的雪地香蕉船啦 OK Let's Go Woo 好 我們已經開始有點甩尾的感覺了 一點點 平常都是在水上 滴在冰上的體驗 而且它這個是全地形的耶 因為在雪地上面 它其實是凹凸之瓶 你知道嗎 對 這比較有挑戰 嗯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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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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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杯的概念 這個真的是 人生第一次體驗到這種 真的是蠻刺激的 哇賽 我跟你說 剛剛那個 香蕉船這樣下來 其實有點 搖搖晃晃 需要泳的衣服 所以我們剛剛緩了一下 那現在就是第二個活動 有沒有看到 我們導演已經在後面準備 就是冰上摩托車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在這邊繞圈圈 因為第一次滑 第一次騎這個冰上摩托車 難免會有點緊張 我們等一下就跟著前面的我們的 教練 然後慢慢的來大家看一下 體驗一下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們直接上車吧 在連續兩天的高強度運動之後 你是不是也想要好好的放鬆一下呢 跟你說 在飯店內還有一個人工灶浪 溫水游泳池可以好好的放鬆 可以滑雪可以泡溫泉 還可以有一個遊樂園可以玩 但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我們要尋找一個 旋轉木馬就在這邊 欸 來來來來 這個旋轉木馬呢 它其實有一個非常厲害的稱號 它是世界最大的室內旋轉木馬喔 好 它停下來了 我們直接上去坐坐看 走 它這邊很酷的啊 就是它會有一個蒸汽火車的聲音 就在裡面 然後就是我們繞著這個蒸汽火車 慢慢繼續旋轉 它速度不會太快 所以小朋友上來的話 他其實不太會害怕啦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在這個留壽都度假村裡面 還有哪些好玩好吃的 那我們現在走在這邊呢 其實就是一個商店街 它這邊有分中式的西式的餐點 甚至是如果你想要放鬆 喝點小酒都沒有問題 OK 酒吧就在前面 那你有沒有看到很可愛的熊熊 樂團都在這邊 然後像這邊就是一個小小的咖啡廳 所以可以非常放鬆的 OK 在這邊逛街 然後買伙伴 這裡也都買得到喔 度假村的晚餐可是一大亮點 許多夥伴除了來滑雪之外 就是寵物它來的 為什麼 因為一進餐廳 滿滿的長角蟹吃到飽擺在眼前 豐富的海鮮食材 和北海道的農特產料理 讓人食指大動啦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吃 重頭戲海鮮冬飯 自己來用 這邊很簡單 就是你想要什麼魚肉呢 就把它放上去就對了 鮪魚也來一點好了 哇這個 這裸肉也太大顆了吧 各位啊 我只不過去食物區走了一分鐘 你看我桌上到底有多少東西 這個是海鮮凍 重點是這一盤 Snow crab OK 你看這一隻 我人生當中第一次就獻給了北海道 那我們就來直接吃吃看 我剛剛其實已經花了一點時間把它剪出來 你們看到這個 哇 哇 好讚喔 不愧是這個 Snow crab 今天真的是辛苦一整天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是要把這邊全部吃完 然後再去兩三次 Buffet就是要幫你吃到飽 好好的把它補回來 在連續兩天的滑雪體驗行程之後 我今天呢 要來帶大家前往小樽一日遊 這個我可是計畫了好久啊 安排了很多不一樣的景點 要給大家來介紹一下喔 那在這個小樽呢 它其實非常的有名 有沒有看到我身後的運河呢 小樽運河 是所有來到小樽的遊客 一定會來拍攝的地方 不管是白天看 或者是夜晚 尤其是夕陽的時候來這邊走走 拍拍照一定是非常的舒服 那我們今天來到小樽市呢 不只要來帶大家拍運河 所以我們還要去吃一些好吃的 不管是壽司 來到小樽市一定要吃壽司 因為這邊是漁業發達的地方嘛 那我們還要去做音樂盒 我們今天都可以帶大家 來看一下小樽市好吃好玩的 在小樽還有一處 大家腳步熟悉的地酒 田中酒造 我們一起來見識感受一下 小樽地酒的魅力吧 那我們現在就進來到酒場了 來要認識一下這個清酒到底是怎麼釀造的 那我們當然要請問一下我們的夥伴 這位是周小姐 大家好 今天麻煩妳了 所以我們這個釀酒 釀清酒到底是要怎麼樣開始啊 第一個的話是整個米呢 是來殼要磨的一個過程 先把米的外殼磨掉 對對對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那應該說這個酒場就是全部都用北海道的米嗎 是的 我們都是用北海道的 所以我們這個第二站這邊是做什麼用的啊 第二站的話是要整個米要洗乾淨 要洗乾淨 對 再要這個裡面蒸出來的蒸 要蒸 對 蒸 這個就是一個大的蒸鍋 是的 蒸完以後就會送到另外一個步驟 對 那是做酒渠的 做酒渠的部分 然後就在後面 很重要的部分 非常重要的部分 對 對 這個呢是放在這個裡面 然後要自己的手 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 對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酵母 對 就是要發酵 East OK就是要跟米一直禍一直禍一直禍 然後這樣子的話就會變成有酒渠了 對對 兩天的時間去放在裡面 然後大鍋裡面 這裡面是什麼東西啊 對 這個我們叫做是摩肉咪 摩肉咪 然後剛才那個第一個酒膜 對 做好的再放在這個大豆瓣子裡面 然後就要增加的過程 OK 但是不是全部一起放進去 你說那個酵母不是全部一起丟進去 對 要再增加 再增加 可能要三次 所以它會慢慢分三次 一二三這樣子 是的 OK 所以它上面就會告訴我們說 這個釀的是什麼酒 是大飲釀啊 或是其他不同的 對對 我們現在這個是 酒麻油大飲釀酒的 就是唇米大飲釀 對 釀造用水使用的是 從地下70公尺深處抽取的 浮流水 這些浮流水是天狗山的雪融水 它是利用小樽優越的大自然環境 釀造優質的日本酒喔 小樽呢其實一點都不小 而這一路走來經過了 有著濃濃風格的出把小路 有著絕美倒影的運河美景 更不用說大家都聽過的音樂博物館 好 那在小樽市區呢 有沒有看到我身後這個池鐘 它其實很特別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蒸氣鐘 而且也是少數現在還有在使用的喔 而且我跟你說 剛剛大家有沒有看到 每隔15分鐘 它就會有一個五階的陰階 來跟大家報食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這裡是北海道極具人氣的紀念品商店 裡面有來自世界各地的300多種音樂盒 非常具有觀賞性 好 所以來到小樽這邊呢 你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像是我們現在就是要來直接做這個音樂盒 這邊就是我們的材料 注意聽 它其實這個聲音呢 其實你都可以自己去做選擇 它大概有十幾二十種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出 我現在在演奏的是哪一首 好 聽不出來沒關係 因為我們先做好了 因為其實有很多種步驟 那它其實你可以選不一樣的 傳視上面的模塊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這個音樂盒 我們要直接把它黏上去 黏在哪邊呢 其實都OK 好 那接下來就是要混合這個膠水了 這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它鋪滿 然後展現你的美學就對了 那剩下的動作呢 就是要等待這個膠水把它乾 等它乾了以後呢 基本上就可以演奏了 好 可愛吧 小尊蕎麥屋手辦 小尊蕎麥屋手辦 是當地著名的蕎麥麵老店 據說老闆用稻蕎蕎麥粉 所製成的蕎麥麵 帶有獨特的香味跟口感 還有咬勁 想當然一定要來打卡品嘗一下啦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來吃這個soba 也就是蕎麥麵的 那其實這個蕎麥麵的歷史啊 它非常的悠久 而且在每年的過年 OK 在新年 就是在12月31號的時候 一定要吃蕎麥麵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兩種說法 第一個呢 蕎麥麵它其實細細長長的 把它咬斷 OK 就是代表著把厄運把它趕走 那因為它細長的樣子呢 也代表了長壽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吃吧 它這個 因為我們就是點的這個蕎麥麵呢 它都是使用在北海道產的蕎麥跟小麥混合 所以它的味道 你會發現它顏色會比較深一點點 但是它的嚼勁有喔 很Q 好QQ 就有了 好QQ 好QQ 很QQ 很QQ 好QQ 好吃 捏壽司啊 3年至5年 3、5年 3、5年 最初 寿司握る前 一回 ネタをつけないで シャリだけで握り方の練習をします 大体これがね お寿司一個のシャリの大きさです 大体20グラムぐらいですね この丸いシャリをちょっと細長くします 優しく 長條状 細長くします え?好像有一點樣子 次に お寿司はどこで握るかっていう話なんですけど お寿司はね 指で握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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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左手の指はお寿司を握るときはピンと伸ばさないで ちょっと曲げたいような形 これが寿司を握るポジションです 一番最初に何をやるかっていうと 指を 指でねぐーっとくぼみをつけます 押す一個凹草の感じ これがしっかり入ってると 食べたときおいしくなりますから 空気が入るんで 空気が入るんで これ真的是需要 時間的 これ有点難ね これ 楕円形作って くぼみをつけて で上と下ひっくり返して 形を整えると その3つだけですから やることは この指の真ん中ら辺に寝ておきます この指の真ん中に トロ トロ で右手にシャリを持ちます でちょっとこう 楕円形にします でわさび 突在上面 はいわさび OK OK でサイド横 素形 で上は優しく押さえる で上を優しく押さえる で上を優しく押さえ で上を優しく押さえ これ出来上がり OK 好像有点樣子喔 う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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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概在捏 大概9990個 我就可以出師了 快了快了快了 あの じゃあ來試試一下 先試我自己做的 然後等下再試師傅的 看差距在哪邊 好那其實很簡單 直接拿下來 然後蘸一點醬油 他こうったとろわ とろ doubt 美味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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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這個嗎? 有差嗎? 馬上...真的 好吃 我沒有誇張 它的那個油脂更豐富 這是抹油嗎? 沒有沒有它不是抹油 它是直接在你嘴巴裡劃開的感覺 一碰到你的時候你會覺得 跟剛剛差距差太多了 我剛剛說我自己好吃 不好意思我收回 我真的乾杯下風 好吃 好吃 好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又到時候講拜拜 那這一次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是我第一次的螢幕初體驗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 你看我之前都是自己拍嘛 自己拿相機 然後自己跟自己講話 所以有時候我到一些地方 不管是餐廳 或是有很多的那種市集的時候 大家就盯著我看 會不會覺得很敢移 你知道嗎 但是這一次來的話 因為我們團隊有很多人 會給我一點信心 然後導演會旁邊一直在給我指點啊 給我一些幫我提話 我覺得 拍攝起來其實 還蠻多時候都是一次過啦 所以跟我一直在那邊會卡螺絲啊 會一直 會講話講不清楚 其實這是我覺得最巨大的差別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我自己在拍的時候 通常我都是比較casual 很隨意的走進一間店 我今天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所以很多時候 以一個YouTuber的名義 要去一些比較有名的餐廳 其實很難啦 但是因為跟著節目組一起這樣去 像我們這次去的 不管是 SOBA 蕎麥麵 或者是這個正壽司 我覺得這次對我來說是一個 非常有不一樣的感覺的 對 因為自己也是看 這樣太壽司長大的嘛 不僅能讓我自己在電視上的表現 慢慢的越來越好 而且在滑雪的技術 有教練的指點之下 也慢慢的從可能中級 然後慢慢的往高級 慢慢的向上邁進 所以就是收穫良多 好 就像我這一開頭 要跟大家說拜拜的 那希望下次還可以跟著大家一起 由我帶著大家一起認識這個世界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來 拍照 好 理想 來 拍照 好 官方 在說話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